Condition1的话呢 它背景颜色 所以格式背景 那背景颜色在这个地方设定 这什么颜色呢 其实就是白色啦 6个F就不要管它 就是白色 不用不要去动 接下来的话呢 将这个 将0404图片向左旋转约30度后 再插入到网页中 大小不变 水平 至终对齐 替代显示文字为甲牌冷气机 那这一张图呢 放进来有没有 它要怎么样呢 左转约30度 那转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那个检视 工具列里面有个叫做图片工具列 图片工具列里面呢 有没有转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转的效果 不过呢 它只能够一次就怎么样呢 转90度 它没有办法转30度 那怎么办 这里的话呢 只好用什么 用一个转体 叫做photoimpact 就可以做到了 或者 小画家呢 小画家有没有这个功能 假如说 你考场没有photoimpact 或者是说 你photoimpact做不出来的话 有没有办法用小画家去做呢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这里的话 开启那个web04里面的image是 0404这一张图 假设我要把这一张图 转弯的话 转向 这边有没有 翻转旋转 这里的话呢 旋转角度 不过呢 你会发现小画家也只有 90 180 270 所以小画家 它也是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只好 只能用什么呢 photoimpact 那photoimpact要转的话呢 很简单 那我们其实可以 把0404 就甲牌跟乙牌 一起 其实它这边 第七题的话 也是要右转 一个左转一个右转 所以我们可以 来一起做好了 一样开启C底下的web04 image10 那这张是0404 0405是下一题 一个是左转 一个右转 我们一起开起来好了 0404的话 它是要转 那怎么按这个变形工具 变形工具里面 有个30度 一个是左 有没有 那这个的话呢 是右 这样就好了 一个左转30度 一个右转30度 大小不变 然后呢 水平垂直 至中对齐 所以呢 这里我们直接就把它怎么样呢 像 将这一张图 那直接把它储存就好了 这一张的话储存 存档好了之后的话呢 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放进来 这个就是转的 然后 转好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要在什么呢 在这个 要什么 大小不变 然后水平 自中 所以呢 自中 然后替代显示 替代文字 点两下 有没有 在一般里面有个文字 这个叫做替代文字 叫做假牌 假牌 冷气机 假牌冷气机 这样就有替代文字了 再来的话呢 在图片下方 汇入 这个档案 0402 0402在这里 打开来 有没有 这里我们选择 这个 big file 记得要繁体中文 把这些文字怎么样呢 把它全选 然后呢 复制 再放到 这个condition的下方 这里 要先置中 因为它要求我们置中 置中 置中之后的话呢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呢 在文字的末尾输入top 末尾就是下面这里 最下面这里 输入top t-o-p 有没有 然后颜色制定 制定就是不要理它吧 然后以书签方式 设定连结 使其能回到网页最上方 也就是说 点到这个top之后的话 要跑到最上面来 所以必须要在怎么样呢 上面这个 最上面这里 把它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所谓的书签 那书签的名称的话呢 叫做top好了 按确定 那这边就有一个书签了 就最上方这里 直接就插入书签 那如果说我今天top 要回上去的话 就是直接选取top 插入什么呢 超连结 然后要连上去的话 记得是这个 这份文件中的位置 就会有一个书签 叫做top 按一个确定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它存档 预览一下呢 其实这边有没有 看到下面top 就跳上去了 就是这样的效果而已 那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 condition的2也是一样 所以condition的2 我们一样的方式 把刚刚0405放进来 它一个左转一个右转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把它置中 在下面呢 要把它怎么样呢 也是一样0402 所以呢 就直接把刚刚0402这里 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之后的话呢 在下面这里 把它先置中 然后再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以后的话呢 也是一样 按一个enter top 那top要跳上去的话呢 记得哦 一定要先在上面这里 最好是 先按一个enter好了 先让这个上面有个enter 在它上面这个图上面哦 插入书签 然后这个叫做top 按一个确定 在这里有个书签哦 移到下面的地方 选取 右键 超连结 这份文件中的位置 选择top 确定 这样子就好了 预览一下 看到下面之后 有没有 点下去 跳上去 OK 没问题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condition的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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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